好的各位观众老爷们 今天我们又来一条车了 今天是试驾的 登达的唐刀700 它其实看起来没有哪个打的 我感觉还是很精致 好打 它就是短 它是我的马甲的一块 对它 可以吗 确实是 先简单来说一下这个车的外观吧 这看到实车的话 那非常挺臭 就是用话来说的话 就是塞好塞满的那种 实车的话并不大 然后整体外观上的 外观上的话 除了它那个仪表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现在的车基本上都是这样 一块融用的那个 彩屏嘛 然后还有一个点 还有点就是它的那个车架的焊接的话 稍微不是很公正 不过 也还好 只要强度够用 这些够用就行 然后其他的话 整个车的话 覆盖价的话 都是真的比较严实的 其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槽点 然后简单说完之后 我们就把车骑起来吧 说一下骑起来之后的感受 它整个车的动力的话 其实低流的话 一般来说 石缸车的低流的话 不会太好 但是它这个车的话 调完之后 我感觉 低流是很好 它比那个 CB650 预认angs尔马跟晓车的 那个街车版的 其实一大个低流是要跑 跑很多的 之前的车我骑过 起来前面的话就感觉是很多 这个不一样 就给油超过二千多三千多转的时候 它那个拖拽感觉就来了 后面的话高转我倒是没怎么拉 我只是简单的施加了一下 高转的话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感觉 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调教调教这些 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材质 然后简单来说一下 除了动力还是比较满意之外 它的振动 振动我也非常的满意 它这个的话振动可以说 控制也是比较理想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振动 就几乎上感受不到 整体非常好 也有可能是我还没有用到它的整体的区间 令到时候都还是会有一点 比如说7000端子啊6000端子啊 没有一个地方 但是整体来说 它的振动模式是比较优秀的 然后刹车 前刹非常好用 真的有那种 我可能没用过太好的行刹吧 然后简单形容一下 这个前刹捏一下的话 哇真的会有那种 我感觉这样叫撞强感嘛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试驾一下 然后后刹的话 感觉就一般了 它这个为什么我觉得它前刹很优秀的 因为它其实整车质量并不算轻 然后它四缸的那个重量嘛 其实在车头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其实前刹的力道也 依旧是相当足够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然后再来说一下它的操控 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在网上有看过视频 觉得它的操控可能会有一点笨吧 就是感觉看到那个紧卡 那绕桩吗 对那个 哇感觉像是端着一样 但实际上你骑起来之后 是有惊喜的 这个车它其实操控 还除了开始上车的时候 你需要习惯一下 是把它端着在骑之外 然后会适应一下稍微有一点 大一点点的那个转换半车 然后这个车的升浪的话也是不错的 不管是走起来的时候 比我相信我好奇 说实话 就这样吧 感谢各位的收看 哎呀呀呀